就一定要记住 这个不是小事 如果全国人民都减肥的话 那会很可怕 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你让你干什么 你就要干什么 那样的话还可以治 如果我让你干什么 你偏不干什么 这种病谁都治 神仙都救不了你 是你自己本来才一米六几的个儿 然后才九十斤 然后非要抽脂抽掉六斤 这种小孩子最后 他伤的身体不是一般的伤 将来会影响到他的生育 方方面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可不是小事 所以他说的 你如果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苛击不起 是为得道 这就叫做得道 那么道者 圣人行之 愚者 备之 这句话非常有名 什么叫道 一定要记住 道是什么呢 道是圣人 按照他去做的 原先曾经有人开过玩笑 就说 有人问过一个修行者 说到底是读金刚经的人得道呢 还是抄写金刚经的人得道 或者是把血 把手指咬破了 感觉哗哗 抄写金刚经 这两种人 还有一种人 天天早上读金刚经的人 到底是谁得道 那问一个修行者 大家想一想 应该什么人得道 他说这两种人都不得道 得道的是 按照金刚经去做的人得道 任何思想 如果不落实在你的行为当中 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道是圣人行之 圣人遵从着他去做 那就是道 头脑想清楚了 在这个马路旁边 然后把头脑想清楚 我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 而且怎么走 这就叫道 而愚者配之 这个配通 背 违背的背 而愚笨的人 什么叫愚笨的人 愚背的人 就是违反着道的规律 去行动的人 如果我们在座诸位 现在我已经把 该几点睡觉 该几点怎么样 该吃早饭 这些通通告诉你了 然后呢 你呢 也听了 听完以后 你又不按着他去做 那么你就是愚者 你就是笨的人 就是愚昧的人 而且是不肯改变自己 坏习惯的人 这是中医里讲的很重要的 所以中医反复的在强调 你到底是按照道去做 你还是违背他 你要违背他 你就不得好 所以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啊 他说的 事故圣人不治已病之未病 不治已乱之未乱 此之未也 这是什么意思 说圣人啊 不治已经生病 不治已经生病的那个部位 而之未病 有一种解释就说的是什么呢 说这句话就是在说 中医是预防医学 是预防医学啊 就说的 在你没生病之前 我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前面通通在讲这个 就说的 我在你没生病之前 我把你为什么会得病 给你讲清楚了 就好像我们原先说 品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你只要精神内守了 你病就不会生病 就不让你生病 所以说黄金内经在很大 在头几篇都是在讲 怎么不让你生病 怎么让你去行道的问题 所以黄金内经是一道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 不治已经生病的这个脏气 而治还没有生病的脏气 这个举一个例子 其实也很容易 是什么呢 比如说 你肝 肝生病了 现在男人压力特别大 因为男人又没有月经 所以呢 男人的那个肝的 那个疏泄的能力 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也是男人比女人情绪 就是脾气暴躁的一个原因 而且男人得肝病 得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所以得了肝病怎么办呢 肝病既然已经得了 不治已病 不治这儿就 我得先顾着哪儿呢 我要知道你这肝病 是由什么来生成的 是水 水生木 这是木 我要把这儿给顾设住 把这儿给治住 我让你的肾经足了 你肝病自然好 同时呢 大家要知道 从现在要明白 一个治病的道理 那么木 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多 就是不会讲的 就是五行生客 但是你这个浅显的道理 你要懂 那么木 在中医里讲 是木刻土 这是中央皮土 这是皮 这是水 这是肾 记住啊 这三者的关系 如果你肝病了 那么这时候 我该治哪儿 不治已病 不治已经生病的 这个脏气 我可能先把肾经 就培补你的肾经元气 我把这儿治好了 你这儿就好了 这叫胃 还没生病的地方 实际上 可是肝得了病呢 在很大程度上 就这个肾就已经受损伤了 因为肝肾都属于下胶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还没得病的是什么呢 因为木肝病 一定会往脾病转 这叫什么呀 木刻土 木刻土啊 木一定会往脾病转 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当我们郁闷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什么事 特别不舒畅的时候 我们的肝气 一下子淤滞了 一下子淤滞了以后 有的人是表现为 两斜疼痛 尤其是这边的疼痛 有的人呢 他就 一下子憋闷以后 他表现的是另外一个像 比如说 吃午饭的时候 或吃饭的时候 就吃食不下 食不下 这是属于脾胃 等于是你的 肝气的淤滞 把你的脾胃的气 给伤害了 所以你就食不下 吃东西就少了 所以我们经常在 日常生活中 说一句话 说气死我了 气得我都吃不下饭 这就是这儿的问题 一定要懂 那么从治病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肝病了 往脾这转 大家想想是加重了 还是减轻了 一定就是加重了 所以你在治病的时候 你要懂这些理 比如说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是肺癌 肺癌你治着治着 你碰到一个 很好的中医 给你治 治着治着 你转成大肠癌了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肺癌没了 转成大肠了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实际上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前几天 讲课的时候说过 肺与大肠相表理 对不对 你肺的问题 实际上和大肠 肺有病 先要表现在大肠上 那么大肠 大肠有病 也会表现在肺上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咳嗽的东西 全是从肺里边来的 有可能还是肠子里的拥毒 在话陀传里 就曾经记住过 这样一个病例 那个病人就是老咳老咳 夜夜睡不着觉 最后话陀就告诉他 你这个病不是 你这个咳之所吐 非从肺中来 非从肺中来也 乃是从肠中来的 这也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一个像 是你肠子里边化浓了 那么如果你的肺癌 就是说他们俩是相表里是夫妻 所以有时候你们会慢慢发现 这个夫妻有时候就会同病 得一样的病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你们的生活方式 什么都太一样了 对吧 生活方式 然后情质 方方面面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越长越像 他什么动作 他的肌肉怎么动 你也怎么动 你因爱 爱乌及乌吗 他那么一动 你看 我觉得这样动 可能也挺舒服 我也要去这么动一动 所以你那个老爷的肌肉 什么的那样 所以大家记住 这都是 夫妻就是这样 夫妻他会有时候得同样的病 那么像肺和大肠的关系 肺如果得病了 那大肠肯定受影响 但如果一个好中医 把你肺癌制成了大肠癌 因为大肠主表 肺为理 那这有什么好处 如果肺癌 走到大肠了 这有什么好处 有理出表 明白吗 从理症变成了表症 从阴症变成了阳症 大肠为阳明 明白吗 肺为太阴 阴 肺是阴 然后大肠是阳 所以这是把病治好的相 这要懂啊 别痴着痴着 你说你怎么回事 这个癌没了 你就出了那个癌了 你要知道 它里边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由理可讲的 到大肠癌 你看你像有一些 有一个老中医 他得了大肠癌 然后我就说 那怎么办 他说那好办了 到了大肠了就好办了 到了大肠怎么好办了 肠子那么长 我就剪掉一根就行了 这是开玩笑啊 就说的大肠的就很好办了 那样的 所以它是这样 就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治已病治未病 就说的 这已经病了 那么这也受到损害了 是肾水不足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干嘛呢 雇住脾胃 我让你不往下走 脾胃又是生精血的地方 我把脾胃养好了 反过来也会对你有好处 说白了就是 公司啊 企业啊 哪出了问题啊 这已经出问题了 你就别管这儿了 你就管住哪儿啊 要不然是你决策出问题了 要不然他不会出问题 要不然你就管住底下 底下会有 或者是他会 这个问题会影响到哪去 我管住那儿就行了 让那儿别再受 继续受损害 这就是不治已病之未病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样才能不治已病之未病 要不然你说 这儿已经病了 然后我还拼命的在这儿 鼓都来鼓都去 鼓都来鼓都 就是这个人已经犯错误了 你还拼命的批评他 于是有补无补 他已经认识到了 你还拼命的说 他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就叫 不治已病之未病 然后他后边怕你不懂 叫不治已乱之未乱 还没有乱的地方 好好地整理 别让他再往下继续影响 此之未也 这就叫做圣人的说的这 以上所说的就是这一切 那么下面他就说 服病已成而后要之 如果你已经生病了 如果已经生病了 而后要之 而后给你用药 乱已成而后治之 如果乱 灾难已经形成了 而后再治 这就好像什么一样了 所以大家别千万别说 说到我现在年轻 我好 我有的好 我好完了以后 生病 生命有什么的 有药啊 这种念头 从现在开始就彻底打消 为什么说呢 这句话就告诉你 辟有渴而穿紧 当你渴了的话 这就打了一个比方 黄金内经就打一个比方 这是像什么 你当你渴了以后 你再去挖井 来得及来不及 是来不及的 对不对 斗而助追 都要打起仗来了 马上打仗 说明天就打仗 好 等着 我现在马上去造兵器 那是根本来不及的 所以说斗而助追 不予惋乎 量的话就会很晚了 就来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在病 还没有成型的阶段 我们及时地把它控制住 而中医在这方面 就很占有优势 真的 你就去看 你都不用去 还用去给他化验 你一看他嘴歪成那样 你就知道这个人 他的胃病很重 而且知道什么呀 他比较压抑 比较郁闷 而且这种人 肯定是 还有一个特点 就比较好面 领导说到他 他也憋着 在家里也受气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这种人 我们就开玩笑 说这种人不是受上司气 就是受老婆气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就是该怎么治的时候 你就要一定的 像这种人 你先要在情质上给他掀开 那么怎么掀开呢 我们古人是有很多的办法的 其实你会发现 古人 古代 我们现在看了那么多古书 会发现 好像古代的 就是精神病的方面的人很少 就是顶多顶多顶多是个花痴 到春天了 要姑娘 要姑娘 是个花痴 那么古人 为什么他没有在这方面 你看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 我们国家就一再的提醒 尤其你看 发现春天的报纸 特别的明显 就说现在精神病的那个 就是病人啊 在明显增多 而且呢 发病的 发病的 尤其女性发病的 就在明显的增多 那这是为什么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我们古人 为什么不得这些病 其实古人跟我 就是实际上跟什么有关 所以说 我经常说 这个医药实际上跟道德 是很密切关系的 那么古人 为什么不生这些病呢 古人实际上 他是有两套系统 可以让他自己避免 这样精神崩溃 就是什么呢 如道互补 这是两门学 就是 这是我们国家 现在我们国家 一般都说是儒学 儒学 那个 是我们的根本 就是积极进取 入室的这一门学问 然后道家呢 道家思想 实际上是基本讲究出室的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基本上是按照这两 两家的思路去做的 就是说 当自己被用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修桥造路啊 好好的造福于民 当你被重用的时候 你就好好去做 当你不被重用的时候 当你情绪到低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比如像苏东坡一样 与化而生鲜 就是想自己怎么去拼命的去享受 人类的另外一个层面 而我们现在人呢 就很 就是实际上在现在的精神病 这个精神发病啊 越来越多 实际上跟我们的教育很有关系 就是我们不去培养他这方面的情操 不在情情书画方面来培养他 就是个人的那个道德修养的培养 不做这方面的培养 不做做人的培养 就怎么让他去好好做人 小孩子好好怎么教他怎么懂规矩 我们现在很少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学习学习 小孩子现在都郁闷 小孩子现在都经脉不通 过去的小孩子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存不存在压抑啊 我们小的时候呢 天天的就是玩的上房啊 什么的 什么都玩的 现在小孩子没时间玩啊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说 现在的人为什么苦恼多 就是现在的人一般的来讲 就是向外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古人是向内追求 是修内 现在人都修外 就是说 现在的人都重身外之事 古代的人是重视内在的修为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现在生活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现在的人呢 在很多的时候 其实人和人之间都有一点防范的心理 这也是现在目前 为什么很多人养宠物的一个原因 就觉得 只愿意跟听自己话的人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 烦恼的一个原因啊 还有一个就是 不太注重 现在太注重科技 不注重文化 一定要加强文化的修养 这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文化才是调节情绪的一个良方啊 所以治疗所谓现在的所谓孤独啊 网瘾什么的 都是有一条 就是劝他往文化上走 多读圣贤的书 就可以了 好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情治不病和雅健康的问题 首先先说一下情治病 既然中国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 会成为这个情治病的一个大国啊 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 那么在古代是怎么对治这些方法的呢 比如说在古代有一种说法 叫做女子伤春男子悲秋 就是说女子在春天的时候 容易感情特别抑郁特别伤感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古代人的眼里 在中医看来 实际上呢 就是说女子属阴 容易跟春天的生发之气相感 所以在万物生长 发育的这个时候 女子呢 就容易诱发女子 对生育本能的这种产生出来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女子 春天女子伤阴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生理的情治的问题 会影响你生理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一般对女子来说 影响的是肝和肾 抑郁 这些问题都是肝肾的问题 那么到了男子 对男子来说呢 男子属羊 所以他比较容易跟秋冬的这个阴气相感 所以男子到秋天的时候 就也比较容易慷慨激昂 就像我们原先所说的 秋天万物都结果实了 而男人到这个时候呢 如果看到自己 还一无所成的话 就非常的容易悲伤 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古代呢 就采取了一种 像这种情治病 用药是很难以治的 那么怎么办 中国古代就采取了一种 生活的对治的方法 比如说男子悲秋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生活对治 就是说要么让他们去 到秋天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中国传统的有一个习俗 就是秋天的时候会征兵 然后呢 把这些男青年们 都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去到边关去打仗 另外一点呢 在古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婚俗 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就是说到秋天的时候 让给男子订婚 来平息他这个不满的这个金器 这个肃杀 他身上这种杀气啊 来给他平一平 那么在古代 秋天呢 就这个时候 聘礼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 就是秋天才能有的 就是大雁 聘礼 古代的聘礼啊 都是用白毛 然后呢 包好那个大雁 送到女方家去 那么这个呢 现在我们是结婚 都是要有房子 有车 女孩子才肯嫁 对吧 这也是显示你能力的一个问题 可是古代呢 在这方面 我觉得比那个现代显得就更加的本能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设大雁本身需要什么呀 需要力气和眼力 你要看他的臂力强不强 是否他的肺气足不足 他的肝气强不强 他的肾气强不强 就一个设大雁这么一个举动 就可以把这件事全部显现出来 所以呢 到秋天的时候 通常聘礼是送到女方家 然后送一个大雁 那么到了冬天 这样呢 男孩子一听说自己订婚呢 这个气终于算是平下来一点 然后好好的去秋收 好好的冬藏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 秋那个庄稼都收获以后 这个时候来给男女办婚事 然后到春天的时候 女孩子由于这时候冬天结的婚 然后春天的时候 自然她就怀孕了 这样就这么一个 结婚这么一件小事情啊 在古代就成为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什么呀 表面上看就是两家都是很高兴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真的是既治了男孩的病 又治了女孩的病 所以这在古代 这叫生活对治法 用生活来治病 所以解决我们心灵之痛啊 一记良方就是生存之道 所以老天在生我们的时候 实际上都在 已经把所有的象都搁在我们的脸上 就告诉你 生存之道 其实就是跟你自己长什么样的器官 其实就观设到一个生存之道的问题 比如说老天给我们生了一张嘴巴 就是让我们不说两面话 生了两个鼻孔 就是让我们不要跟别人一个鼻孔出气 生了两只眼睛 就是让我们平等的看人 生了两个耳朵 就让我们是不要偏听偏信 实际上这都是 这是老天赋予我们的一种能力 然后呢 生了一个左心史 一个右心史 那么现在西医解释了心脏的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我们把它 回馈到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呢 就是说 一方面你要为自己着想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允许你自私 一方面你要为自己着想 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怎么样 为别人着想 实际上这就是都是告诉我们 你要明白了怎么去生存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就已经治愈了我们心灵上的很多的毛病 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人为什么会有烦恼呢 这个烦恼 我们在昨天的课上实际上已经说了 会为什么会有烦恼 都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过于强盛 那么在这呢 因为涉及到中医的问题 我就举一些小例子 比如说烦恼在我们的头发上 中医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你这个头发为什么呢 发为肾之滑 发 头发 是肾的 外腺 滑嘛 就像花朵一样 头发是肾的花朵 头发的根在哪呢 在肾 开出的花是头发 那么你如果头发白了 这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肾须 当然有的人呢 很奇怪 他头发白了 胡须没有白 那么这是在中医里怎么讲 你如果说这也属于 胡须好像也属于头发 对不对 说为什么有的人头发白了 胡须不白 实际上呢 这个胡须呢 在我们讲黄帝经第一天的时候已经讲过 胡须主要是由任督 就是奇经八脉所主 是由任脉 太冲脉这些所主 所以呢 实际上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肾须 但是你任督脉 没伤 奇经八脉没伤的话 你胡须还可以不白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是胡须白了 头发没白 这就是任督已经伤了 你那个元气已经受伤了 但你肾须还足 然后呢 头发就可以不白 同时呢 头又为什么呢 血之鱼 这个我们原先也讲过 头发又是干血的变现 是血之鱼 所以头发干枯 是跟干血有关的 头发干枯 跟干血有关 然后如果是 绍阴火偏旺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两鬓斑白 如果太阳精气虚的话 膀胱精气虚的话 我们就后脑勺就会白 还有一种人呢 白头发呢 长得特别奇怪 就是花着长 花白头发 那么这种人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呢 这种人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看到很多 这种人是属于性情 比较容易激动的那种人 就是用阴阳来解 就是他脑子一会儿阴 一会儿阳 所以他这会儿阳的时候呢 这边是什么样 然后一会儿又阴了 所以他脑子比较灵活 这种人比较聪明 但是呢 他呢 那个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么这就是 也是烦恼会在我们头发上有显现 所以我们经常说 烦恼白发生啊 就是一有烦恼 我们的头发就有白发 所以呢 要想解除白 要想解除烦恼 在很大程度上 要求我们 真的要好好地学习传统的文化 好好学习传统文化 好好地去生活 怎么样地去认认真真的 然后来调节我们的生活 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很少的 白头发就会慢慢地好一些啊 那么在中国呢 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人生四祸 酒色才气 哪个伤呢 伤得厉害 气 对 这四项里边 可以说是 一个比一个重 因为酒 酒虽然伤身 酒伤身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在于什么呢 是他可以让你丧失理智 可以乱性 但是有些人可以不喝酒 对不对 我可以不喝 既然他伤我的身体 乱我的性 我就不喝 这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呢 色呢 其实呢 在对某些人来说 我也可以不沾 对吧 财呢 这个是 鸟喂食王 人喂才死啊 这个现在 在现代生活中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啊 然后但是 人人都妥不过去的一件事 就是气 人人都难免 不会就是生气啊 或者这些事情 很多人 也许他老人 他说我什么都有了 现在钱也够花啊 生活 儿女也孝顺 但是他还是会生气 他还是会郁闷 所以这个气到最后 伤人伤的是很重的 那么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来讲 那古代人 对于喝酒的问题啊 中医认为啊 喝酒壮胆 就是喝酒的气比较彪悍 酒啊 这种东西 他的那个气啊 是很彪悍的 如果酒到了胃里呢 所以他气就往上走 我们吃任何东西啊 你要记住 胃气有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的脾胃之气 那个胃气有一个特性 它是都是要往下走的 把像这样 实际上它产生的那个精华 是要往上走的 所以呢 就说的 这个时候 但是酒喝了酒以后 这个气都往上走 往上走以后呢 就使得呢 肝胆就横起来了 这古代的房地内经理的认为 就肝胆就横起来了 往往这时候的人 喝了酒以后 就是胆子就特别壮 就敢胡说八道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种人往往事后都会后悔 那么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色的问题 就是中国文化也讲一句话 叫做万恶淫为首 所以在中国古代养生里边 反复的强调 欲不可草 不可以提前 欲不可以勉强 然后呢 而且还要讲时间方位这些 咱们这些先不去论啊 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生门即死门 大家把这句话好好去误一误 生门 你出生的那个门 实际上也是你入的死道的那个门 所以老子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 那么出生入死 在老子的道德经理 他到底是怎么讲的呢 实际上他讲的出 就是人只要一出生 入的就是死门 出生生长壮大 然后到死亡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看年轻的时候 你要经要足 经足的时候你自然会耗经 但是古人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在我们学过 《黄帝内经》第一篇以后 就应该知道 到了天鬼智 然后呢天鬼诀 可是呢天鬼诀 他告诉你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 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类的生命是有补偿的 这种补偿是什么呢 就是种族的延续 你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你会受伤 对你的身体 就是未来的社会 很有可能是老龄的女性社会 就是女人现在反而活得更长久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说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男人耗的是精 女人耗的是血 这也是中医 所以呢 在得病的时候 女人也是伤的是肝和肾 但是她主要是伤肝 她的郁闷会伤肝 但是男人要伤的话 可能会直接伤到精 女人也伤肝 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讲 就是在这方面 一定不能保持一种过分的态度 因为房市对阳气的消耗是最大的 所以古代呢 有一种说法 就叫做 要怎么抵制这种 就是过分呢 它里边古代有一种俗语啊 要那么说 就说要想不过分的话 他就说 年过二十岁的时候 不宜连连 不能没完没了 年过二十不宜连连 老那样 然后呢 年过三十不宜天天 这个时候就不能天天的 去做这件事 或想这件事了 然后年过四十要像数钱 古代人数钱什么样 数钱就用五根手指头数 用五根手指头数 那么年过四十就像数钱一样 然后一二三四五 就不可以超过这个五 五这个数字 所以是非常有趣啊 他说年过五十呢 就是进山拜庙 进山拜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什么时候进山拜庙 正月初一十五 就这么两个日子 所以呢 就是那么年过六十呢 就要像过年 过年一年才做一次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古代是这样 就是告诉你 约束你 但是呢 从中医的角度讲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是甚至包括在禅修当中 就叫做欲女先欲经 欲经先欲心 你必须先要能掌控自己的心 你若你先掌控了自己的心 你才能掌控自己的经 要能够控制自我 所以呢 你能控制自己的人 反过来讲才能控制别人 那么呢 下一个就是百病生于气 一种说法 就会认为百病啊 都会由气而生 那么百病生于气 所以在素问 就是在黄金内经的 举痛论篇里边 第三十九篇里边 曾经说 什么样呢 叫怒则气上 别发怒 一发怒 怒则气上 发怒气就会往上走 所以像有脑梗梗类的人 你就不能发怒 发怒的话 就会怒气往上一憋 你的脑血管就会破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教大家一个很便捷的方法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家里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石宣放血 我们这个十个手指尖 把这个十个手指尖 用针条破 把血挤出来 这就能够缓势一下 头部的压力 就是从这儿 把这个 血型补紧 就是这样 把这个颈穴 这都是颈穴啊 把人体的这个颈穴 给掀开了 然后减轻了头部的压力 这是一个很急救的办法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怒则气上 这个时候 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病呢 一般的来讲 还有的人 索性就是 气因为往上走 胃气也不降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欧血 所以我们生大气的话 过去会有人生这种大气啊 就会往外吐血 这也是怒则气上 就是人体的这个气机啊 你就控制不住 就会飘上来 然后 因为你气上来了 怒气全在上边 那么你下面出现的病症是什么呢 发怒的时候 下面出现的病症 就是孙穴 这个孙穴就是说的 你的大便会不成形 或者是大便会食骨不化 就是吃什么 就拉出什么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气全在上面拥着 下胶的气就虚掉了 就没有力量去让大便成形 所以就会出现穴 这是怒则气上 对我们人体的一种 就是在我们人体身上的一种表现 然后洗则气缓 洗则气缓是什么意思呢 缓在这儿是一个通假字 是涣散的意思 涣散 就一个三点水 一个涣散 那么就是说过洗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都是前面有一个过 因为他们都属于淫邪 都是过分的意思 过洗则气 换气就散掉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体会 就说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什么情绪会导致突然的死亡 一定记住啊 就是过洗 活过恐 都会 有人是被吓死的 有人是高兴死的 这两种东西会严重的影响 就这两种情质 会严重的影响人的生理 洗则气缓 在历史上有没有人大笑而亡呢 谁啊 牛稿 对不对 听说杀了金屋猪以后 然后大笑而亡 就是他的气一下子散掉了 还有就是 如果心梗的人 在心梗的人一般来讲 在犯病之前都有 就是心气外散的这个像 所以呢 都有洗 都好像有点过度高兴的样子 实际上这就是他气 马上就要飘 就要散掉 这叫洗则气缓 洗则气缓啊 这个 我们先前也讲过 就说的 为什么我们说 学好中医 实际上就也是可以 形成那个和谐社会啊 也对 形成和谐社会也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我们原先提到过 就是要常回家看看 你别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家 这样的话 老人一年到头见不到你 突然见到你 他就洗则气缓 就气就有点外散 然后他再吃点好东西 这样的话 他脾胃的气就不够了 一到新气 马上心脏病就容易发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年轻人一定要常回家看看 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本身实际上也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外线 就是你吃下东西 然后呢 你吃下东西 这个东西呢 他腐熟了完了以后 他的精华还要去养你的根本 所以这都是我们孝心 全是从我们人体里来的 中国讲 原先我们说过 中国讲人意理智性 全是从身体里边来的 而不是从外边来的 不是非要去学的一个东西 而是你身体本能的一种需求 这是喜则气缓 悲则气消 悲 如果过分悲伤的话 气就可以往下消沉 就有时候就会出现短气无力的现象 就像人哭以后 气就会短 这叫悲则气消 孔则气下 这个呢 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看到过实例 过孔啊 你一受到惊吓 一过恐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上胶就完全闭住了 然后下胶就整个开开了 这个时候 在人身上会显出一个什么像 我们都听说过 有人被吓得尿裤子了 对吧 受到特别惊吓的时候 会尿裤子或拉在裤子里 这都是气往下走 这都是气往下走 一下子你顾舍不住 哗一下全泻了 甚至呢 在中医里还曾经说过 这样的小故事 就说有一个孕妇要生产了 一直生不下来 然后呢 有一个叫叶天氏的大一 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人家里以后呢 抓起一把铜钱 往墙上一拽 然后呢 那个妇女就生下孩子来了 有人就问这个大一家 说的怎么回事啊 说的你怎么把铜钱往墙上一拽 她就生下孩子来了 后来那个她的解释是说 说人不都是为了抓钱来的吗 所以小孩一听见前声 就都出来了 实际上这是笑谈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可真是笑谈 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孔泽气下 那个孕妇一听点哗啦一响 然后她自己一紧张 气往下走 把孩子本领推出来 所以一里在 一里是一里啊 可是解释的方法会有很多的不同 就说是说孩子来抓钱来了 所以这就是孔泽气下 寒泽气收 如果过冷的话 那么人体的气就会往里收 往里一收的话 实际上这个时候人的墨烧 我说过人的四肢就是人的墨烧 这时候人的墨烧就会收敛 然后呢 这时候就会出现冰冷 四肢冰冷的墙 那么孔泽气泻 孔是热的意思 如果过热的话 过热的话 我们人体的气机就会宣散出来 气就会散掉 所以孔泽气泻 孔是热啊 精则气乱 精 人一受到惊吓 关于受到惊吓的这个问题 在《黄金内经》里有几篇是涉及到的 比如说 胃病的病人 会出现一个症状 叫做闻木声 则涕然而经 就是说 一听到木 木头的声响 就会涕然而经 就会吓一跳 这是胃病的 胃病的一个象征 那么从五行声刻上讲是什么呢 为什么木声 听见敲邦子 邦一声 他就害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原先已经讲过 这叫木刻土 因为他胃有病 然后听到 响声 就会很害怕 这叫闻木声 则涕然而经 还有呢 这是 记住啊 凡是精孔方面的病症 都跟两个经脉有关 一个是胃 一个是肾 像肾病就会心涕涕如人将补之 还有一种人就认为 会有人老仔后面想抓住他 就是 这是肾恐 肾经不足 造成的恐惧 所以啊 现在其实很多的精神病 我们因为正在讲的情质的问题啊 精神病在中医里边 在皇帝内经 灵书经脉篇当中 最明显的表现在是胃经病上 甚至胃经病还曾经说过 胃经的病 他就说 呃 如果得了就是胃经病 实症的话 就叫登高而歌 气一而走 这是明显的 什么叫登高而歌 就是我们看到精神病人 有的人就是上的那个登高 跑的高处 就使劲的喊叫 这就叫登高而歌 这是只要特别爱唱歌 现在大家为什么爱唱卡拉OK 其实胃都虚 这是登高而歌的像 就是一站在那就高兴 就是登高而歌 歌 这个声 这个声音 因为中医是讲五声的 五声 如果你要是发呻吟的声音 那就是肾 肾的声音 你如果是唱 老他们唱 啊 那么唱 那就是脾胃 中央脾胃的那个声音 那么登高而歌呢 这就是脾胃有毛病 然后再继续发展下去 OK都已经不够了 那就是气一而走 气一而走 我们原先讲过 走是跑 气一而走 就是什么意思啊 脱光了衣服 满大街跑 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裸奔 就会出现裸奔 这实际上呢 在中医里都是未经的病 都是未经的病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种人 稀里糊涂的送到精神病院去 可能就有点麻烦 就是只要 就是因为精神病院 一般都是抗抑郁 或抗兴奋 这种药 但是呢 实际上这些人是脾胃 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可能中医也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不错 所以这个就是 精则气乱 劳则气乱 就是防劳过渡 就使得汗呢 什么全都出来了 这样就会造成气的消耗 丝则气节 如果过丝的话 我们的气就会凝聚 就会不通 所以气就会凝聚在那里 就会影响消化 脾胃 这些都会出现问题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上一节我们讲到 百病生育器的问题 那么中医里呢 关于情志呢 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怒伤肝 喜伤心 就大怒可以伤肝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要节制自己的情绪 不能够让他任意的泛滥 所以这叫怒伤肝 喜伤心 如果过喜的话 就会伤及心 喜则气缓嘛 撕伤脾 过撕的话 就会伤脾胃 然后就吃不好 也睡不香 那么忧伤肺 如果过忧的话 就会伤肺 就会伤肺气 你讲林黛玉 就属于忧伤肺 然后恐伤肾 过恐 就会伤到我们的肾 那么 这在中医里边呢 他就采取了一个 一种情志生克法 他就是用情志 像情志的病 是不可以用药而育的 所以呢 他就基本上采取了 生活的对质的方法 你像这个情志生克法呢 他就实际上还是用的是五行的方法 比如说喜胜悲 喜高兴就能够战胜悲伤 那么喜呢 是主火 悲呢 是主金 所以这就叫 用五行的方法来说 这就叫火克金 火是可以把金属这种东西融化开的 所以他采取的方式是火克金 就是喜胜悲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什么情况下喜胜悲呢 比如说 我们白天工作非常的郁闷 然后呢 领导又说自己 那么自己这样的话呢 就郁闷 憋在心里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很多人 你们会发现 日本的男人有一点 他们就是下了班以后 基本上不太会回家 因为回到家 白天就很辛苦了 回到家再 老婆要再说几句 让自己不高兴的话 那就很烦闷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一般都出去喝酒 那么在中国古代来讲 有一句话叫做 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借酒消愁愁更愁 其实是不应该喝酒的 喝酒只是能够 暂时喝得稀里糊涂的 然后呢就这样 好像是忧愁忘掉了 其实没忘掉 但我们中国社会 就特别有意思 中国社会就说的 不是说太让你去喝酒 古代有一种方法 非常有趣 比如说去听相声 或者像现在东北一样 去看二人传 这就叫喜圣杯 其实呢 他说相声和说二人传 在古代实际上 在过去啊 都是很有讲究的 他基本上是在开玩笑 说磕打魂 就那种开玩笑的方式 说甚至包括 说一些下流的话 就是让你开心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让你就忘记掉你 把你那个 你那个郁闷和悲愤 就给他宣解开了 其实这是一种 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呢 悲胜怒 用悲伤来战胜 这个制怒 就是有的人大怒的情况下 然后呢 你通过让他怎么 给他告诉他一个 很坏的消息 然后他马上一悲伤 这样呢 他就把那个怒火 就给熄灭了 因为大怒就可以伤肝 我先让你哭一哭就好了 就这样 这也是一种好办法 如果你们将来 在生活当中 遇到这种人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你不能他已经发怒了 然后你这时候 再跟他谈一些 不招编的话 让他更加的怒 这是很不好的 所以呢 这个是悲胜怒 然后恐胜喜 恐 恐惧 可以战胜 那个过喜 过散的心 这个呢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是有一个例子的 比如说犯尽重举 大家都知道 犯尽重举的故事 对不对 犯尽重举是 考了那么多年的学 没有考上 终于有一天 一下子听说自己重举了 高兴的那个心神 哗一下就散掉了 就乱了 就疯了 满大街跑 也有点 七一而走的意思 裸奔的意思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有他的老岳父过来 一个大嘴巴 就给他扇回来了 所以中国古代 不是单纯的 就是用中药 他还有一些 很灵活的方法 像犯军重举 这就是治了大病了 你像他这个病 他如果老在街上乱跑 就考上举人 也没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 喜 恐胜喜 然后怒胜思 如果思虑太过的话 就激怒他 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像《华佗传》里 也有这样的故事 像在《华佗传》里 有一个人 就是思虑过度 然后造成了身体里 有淤血 然后这样的时候 华佗怎么办呢 华佗就多受 其货而不加治 我就多收礼 收了很多的礼 然后我不给你治病 最后呢 还留书骂之 还写了一封信 来骂他 说他不仁不义啊 什么 那个人一下子 他本来是因为思而得的病 这一下子通过这个怒 一下子把他这个怒泽气上 把他那个胃中的那个淤血 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然后哗啦一下吐掉 病从此一下就而愈了 所以这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 那么还有思胜恐 思虑是可以战胜恐惧的 这个也是这样 就是什么样的 我们原先讲过习胜恐 就是习惯可以战胜恐惧 就像闻目声则替然而尽 我们原先说过 那既然他一听到那个啪啪的摔门的声音 他就害怕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天天的给他拍桌子 拍着拍着他就不怕了 他习惯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思胜恐 你如果想清楚了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你一般来讲就不害怕了 记住啊 事情一定要想清楚 不想清楚 永远害怕 好多问题想清楚了就不怕了 这就是说 他用的是什么呢 土壳水 因为孔是属于水 然后呢 土是皮 是丝 皮主丝 所以用的是 这些都是用五行的生克的方法 同时在生活当中呢 可以用情质的这种对质法 就是用生活来解除你的病 好 那下一个咱们讲一下 中医如何对质亚健康 那么 关于亚健康的问题啊 是这样 就是中医呃 关于亚健康 首先关于健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现在呢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有一个是有这样一句话 说健康不仅仅是疾病或磊弱之消除 而且是体格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体格 精神和社会之完全的健康状态 所以实际上 对于健康而言 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精神 一个是社会 社会关系 就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怎么样 这才是健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如果你光光是身体出问题了 现在我们只把身体出问题当作不健康 对不对 可是古人不是这样 现在的所谓的健康的定义也不是这样 他会告诉你 你的精神出问题了 你的社会交往出问题了 也算是亚健康 实际上亚健康就是不健康 那么目前关于西医 关于这方面呢 他认为全世界真正的健康者只有5% 认为很少 然后找病 找医生看病的呢 有20% 其余的呢 75%都属于亚健康 他是这样的 就是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 很多的人就认为呢 是我们比如说你白天上班很郁闷 然后呢晚上又失眠睡不着觉 可是呢你到医院去检查的话 你会发现医院就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人不是靠指标活着 而是靠感觉活着 你有没有病 你自己的感觉会非常的准确 有时候指标 你的指标你如果不去查的话 你都甚至不会知道你的指标是会很高 也许你的身体就需要那么高的指标 就好像高血压一样 有些人的高血压 有些人的血压可能就到140 它就是正常的 它就那个时候最好 一旦低下来 它反而难受了 可是按指标而言 它就是高血压病患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是靠感觉活着的 不是靠指标活着 所以这个关于亚健康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 关注自己的那个 就是健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你的这种体格精神 还有精神方面啊 精神方面有很多的人 大家也许认为健康跟精神没有太大关系 可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情治病 情治病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你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 你得病是你身体和你精神的双向选择 你治的好病治不好病 实际上也是你 你的身体和你精神上的一种 灵魂上的一种双向选择 有的人的病就可以治 所以中医那句话就是 能有没有治不了的病就有治不了的人 这个人 他这个关系就很密切 人的作用在这里边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人本身的情治的问题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 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病人 这样的病人就是白天只要有事 他就能出去跑出去工作 一点问题没有 回到家就不行了 他就觉得身上哪哪都不舒服 实际上这种人就是靠白天掉了元气 掉起来 这种人我们经常开玩笑 叫什么呢 就是靠事活着的人 靠精神活着的人 回到家也许他就很虚弱了 中医呢 在这方面呢 它会出现有一种说法 就是人呢 为什么会得病 这个呢 在中医里边 它是有几种说法的 比如说人得病啊 在《黄帝内经》当中 他会说几种说法 就是刨去我们原先的 那所谓的舔淡虚无这些方面 如果你不舔淡 你欲望过强的话 你会生病 所以呢 在中医里边 它基本强调有两类 一种是由于天地自然给你的影响 造成你身体的得病 比如说天地气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 这样的话会造成你生病 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情质 会造成你的生病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像什么五劳七伤啊 像这种 就像我们PPT上所显示的 什么叫劳呢 什么叫五劳呢 比如说肺劳 肺劳 这个五劳啊 在古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九世伤血 九世伤血 老看东西的话 会伤会伤神 伤的是肝 比如说我们天天上网 天天上网的问题 就会造成我们肝和心的损伤 你老看一个东西 就会造成损神呢 耗散的是你的神 实际上电脑真的很多人的神器 未来的孩子的大母哥 就是这个老玩这个东西啊 大母哥会发 会特别的发达 因为你老活动他嘛 老活动这个手指 所以他实际上 但是他就不讲他坏的一方面 如果你老玩这种东西 他把你的神都耗散了 差不多了 这叫九世伤血 那么呢 九卧伤气 老躺着 就会伤人的气 伤废气 不运动 老躺着不运动 就会伤气 九座 伤肉 伤肉就是伤的皮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人 这种人就 你要说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说他懒 所谓的懒是什么呀 他有一个感觉 他就站着就觉得累 他就站着不如坐着 坐着不如躺着 这种人 这个呢 在中医里叫做湿气特别重 就是你 你缺乏运动 然后呢 你的皮的运化功能 也特别刺 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种人是 皮湿特别重的人 皮湿特别重的人 特别懒 而且呢 九座伤肉 你要老那么做 像我们天天的做半屋室 这种呢 大家不要小瞧啊 就说就这一句话 九座伤肉 实际上就是针对的 天天做半屋室的人员而言的 你天天的坐在半屋室 不运动的话 你那样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实际上造成的是皮的伤 对人体造成皮的伤害 皮就煮运化 然后你就吃的也不会 慢慢慢慢的 吃的也不会太香 因为皮运化不好的话 就是把那个水谷之精微啊 带不太走的话 你这样就慢慢造成了皮虚 或者造成的皮的湿气太重 而不锻炼 是不是也消耗元气呢 其实不锻炼也消耗元气 我们说我们没动啊 我们怎么也耗散元气啊 没动 可是你老天天坐在这儿 你肚子里全就跟沼泽地一样 你想要把这个沼泽地给 给他控干了 这不也得靠元气来上来 给他慢慢慢慢的造干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话 不锻炼也会损伤元气 而且这叫暗号元气 那么有人还提出一种问题啊 就说的古人不主张锻炼 不主张过分锻炼 这个原先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谓锻炼是沾如汗出 因为血是汗是血的变现 所以呢就说的 要轻微的那种锻炼 但是我们现在 就现代人而言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锻炼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的小姑娘都想 又高又漂亮又轻盈 但是她采取的方法错了 她采取的什么方法呢 就是比如说抽脂啊 减肥啊 不吃不喝啊 这都是采取的是损害身体的方法 相反过来你如果采取的是运动的方法 好好地吃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的方法 你那样的话你还会很健康 很阳光 所以大家都我现在就觉得在临床上有很多问题啊 就是都是解决错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便秘 便秘现在很多人制便秘的方法是通过拉锡的方法制便秘 我就给你吃泻药 这是不对的 就像减肥也是一样的 就说的 我把你脂肪都抽走了 你为什么不去思考它什么原因长了那么多的脂肪 长了那么多的坠肉 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它不解决那个原因 只解决这个抽脂的问题 这就是临床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就不解决为什么造成它便秘的原因 而且只是让它拉锡就可以了 这会很糟糕的 如果你长期的那么拉下去 而且你只要药一停 你马上又便秘 这就很麻烦 那么怎么制便秘 那么我们原先已经说过了 像便秘的问题 这属于大肠的问题 大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筋的功能 就是天筋的筋 那个功能 那你自己只要清楚 那个筋的功能 只要筋的过度 把那个水液往外排挤的过度的话 那它就是便秘 如果排筋的能力过弱的话 它就是拉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要制筋的功能就可以了 看它的肺气足不足 它肺气足 肺与大肠相表里 肺气足的话 它筋的功能就会特别强 你怎么把肺气调匀了 它的大便就也会正常了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你们也可以看到 小孩子大便就又粗又大 那是小孩子肺气足 上胶气足的一个象 而老人那大便就越来越细 越来越成问题 这都是心肺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说的 你一定要找出它的原因是什么 去制那个原因 制那个根本 而不能制这个表象 制表象是不可以的 还有就是酒做伤肉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伤了脾 脾伤了以后 会越来越胖 或者是越来越瘦 撕伤脾 撕虑过度人就瘦 撕虑过度人就瘦 然后呢 另外一点呢 脾如果老不韵化的话 然后人慢慢就成为垃圾的堆积 然后就越来越胖 这就是脾伤了以后的两种表现 要么就特瘦 要么就特胖 而且到目前为止 有一个很难治的病 也是跟脾有关系 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也是脾受伤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酒做伤肉 所以过去为什么管糖尿病 叫富贵病 都是因为你太懒 太不活动 然后呢 你吃的又过于营养过剩 然后这样的话 要想把它整个的代谢掉 是很伤你的皮的 这叫酒做伤肉 然后呢 酒力伤骨 如果老站着 老站着 就会伤骨 骨就是伤肾 就是说实际上是说 你自己如果过度的去那个 老站着老跑动了 那样的话 就是就会伤到你的腰腿 这些部位 所以这叫酒力伤骨 还有就是酒行伤筋 酒行 老走动的话 就会伤筋 伤筋就是伤了肝 肝 实际上 它是代表脾疾之本 就是你不能过分的 让人体如果过分劳动 过分的锻炼 就会伤了肝 所以在大家要明白 中医为什么叫中医 实际上就走一个中道 行一个中庸之道 它实际上告诉你 所有的疾病 都跟太过与不及有关 太过了也不行 不及也不行 就那个度 才是最关键 关键你怎么把握住这个度 那么什么叫另外一种五劳呢 就是说肺劳肝劳这些呢 实际上就说 把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五劳 都发展的极致 而且是时间 特别长时间的发展下去 就成为 这个病要老不好 老不治愈它 就成劳病 所谓劳病 就是持续不变的 长时间存在的一个病 久而为劳 什么都久了以后 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劳病 那么另外一种 它也讲七伤 五劳七伤 在皇帝内经里面 这都是讲的叫太饱伤脾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很注意的问题 太饱 如果你吃了太饱的话 就要伤脾 这样你会增加脾的运化的能力 让它无形中 又调动出很多的精气 这叫太饱伤脾 大怒气腻伤肝 这个我们原先讲过了 大怒气腻则伤肝 防劳过度 久坐湿地伤肾 防劳过度 防势过多 就会伤肾 然后久坐湿地 这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久坐湿地 就是谁也不会那么傻 天天坐在水里边 对不对 那么久坐湿地 实际上就是不活动的意思 你老那么坐着坐着 坐着屁股上都塌出汗来了 那就是久坐湿地 就是老不活动 从来不知道 该起来运动一下 所以像我们做半屋室的 平常没事 哪怕伸伸懒腰 都对身体有好处 但你要一定要清楚 我这伸懒腰到底伸哪呢 记住啊 这个两臂往上举的时候 两臂往上举的时候 撑拉的是哪一块 对 这一面 这个我们原先讲过 这是什么经脉 胆经正好是生发之机 所以你这么呆一呆的话 把胆经就给撑起来了 撑起来以后 你这个生机就很好 那么现在呢 有一种说法 就叫做什么呢 叫拍胆经 外面也有一种 那么就拍胆经 就是拍这个腿啊 从这个腿 腿的这个就是 这有一个环跳穴 从这开始 然后拍整个的腿的侧面 因为这个侧面都是胆经嘛 都要拍一遍 那么实际上 这胆经一直是从头脚这 一直下来的 绕着脑后 这不是一直下来 我们原先说过吗 包括这底下 所以呢 你拍完这儿以后 实际上呢 那你要说动活动起胆经 让自己的那个生发之机 全起来的话 你不能只动下边 不动上面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上面也得抬一抬 把这儿拉开 把上面也拉开啊 拍胆经 据说也是 外面有一种 现在有一种做法 叫做拍胆经啊 然后呢 早睡觉 拍胆经 还有拨心包经 就说的 这几种方法 放在一起 对人体会很有利 其实对老百姓而言 只要交给你一个动作 你只要回去天天练 你别忘了它 肯定久而久之会有作用 记住啊 这个久而久之会有作用 然后呢 是过时冷饮伤费 这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太过时冷饮 这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啊 动不动就大口大口的喝冷饮 这个是对废气的伤害是很大的 实际上它还伤胃 记住啊 就说的伤胃 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些啊 比如说看到一些小孩子 他我原先讲过 错疮是由于过分的喝冷饮 造成胃寒 然后为火攻出来生出的错疮 那么还有一种小孩子 他也天天喝冷饮 但他错疮就不明显 这是为什么 就说他的灶火都已经升不上来 所以这叫过时冷饮伤费 忧愁思虑伤心 过分忧愁思虑的话 就会伤心神 风寒鼠尸伤心 如果外穿衣服啊 这方面不知道调适的话 就会把形体伤了 伤心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恐惧不结伤质 这样就会把肾 就是把质气给伤了 澄清到晚害怕 胆小憨怕 然后不知道结质 这样就伤了质 好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接着讲雅健康啊 在这儿呢 有一个网上的一个 关于雅健康的调查表 大家看什么是雅健康 现在西医所认定的雅健康 在我们中医里是怎么解释的 那么第一条是说 你经常打哈欠吗 打吗 这个打哈欠 在中医里是有一句话的 叫做是哪儿的病呢 是胃的病 叫做善身朔欠 善身朔欠 这是胃经的病 经常打哈欠啊 这是胃经的病 然后是胃气不输 因为你这个胃这儿 你老是觉得胃寒 然后你就容易慢慢慢慢 老这么堆碎着身体 然后呢 可是呢 还人体有自愈力啊 他要想把这个胃气 给舒展开 所以你会经常的 善身朔欠 就这么一使劲 打一个哈欠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使胃气能够振奋一下 那么另外一种病呢 就叫做淡欲昧 就是白天老想睡觉 淡是指示的意思 都是放在这个 都可以放在这一条里边 淡欲昧 伤寒论理归类为 哨阴症 也就是心肾方面的毛病 哨阴 因为跟心肾相较 淡欲昧是什么意思呢 淡就是指示 只是想睡 但又睡不着 这种毛病也算是 就实际上到哨阴 已经到了很深的一个层面了 然后呢 是你会失眠吗 它这里是按照分值来算的 如果你经常这样 你的分值特别高的话 你就是已经是很雅健康了 其实雅健康这个词 也不算是很准确的 它只是说 所谓的雅健康 就是说在指标上 它查不出来 但是你的健康状态 已经出问题了 失眠这个问题 在中医里 它的总体的一句话 就是心肾不焦 心肾不焦啊 心肾不相焦 形成的一个毛病 或者是思伤痞 思虑太重 也会造成 那个也会造成失眠 或者是抑郁 现在这种病人 失眠的这种病人 是越来越多 而且如果要长期的 这么下去的话 就会很难治 这个呢 也在那个中医里 其实也属于 少阴这个层面 已经到第五个层面了 在中医里 就不把它看作雅健康 就已经是病人了 就像中医把脉似的 中医把脉 可能在你没有癌症之前 它就已经把出你 会形成癌 实际上脉是你的气脉 当你这个气脉 出现问题的时候 现在所谓的CT扫描 它只能扫出有形的东西 但它扫不出 你这个无形的 你这个气血的变化 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 这是可行的 是可以把出来的 但你要到西医那检查 是没有的 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像他们 把这些当作雅健康 在中医里 就已经算是很重的病 他把这病 已经放在第五层了 那么第三条 你喜欢把腿放在高处吗 放在高处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腿 出现什么呢 就发沉 记住啊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叫人老腿先老 人老腿先老 你慢慢慢慢就会觉得腿特别的沉 腿特别沉 那么腿的 记住啊 腿的前面 大腿的前侧 这基本上是胃经所主 大腿的后侧 尤其沿着腿部的正中线 后侧从那上来的那条线 一直上到头 这条经脉叫膀胱经 膀胱经是为太阳层面 太阳经 是表 那么在这条经上 如果你喜欢把腿放在高处 实际上是说你的小腿肚 如果经常发沉的话 这在中医里就叫做阳虚 阳虚实际上是你太阳膀胱经 出现问题了 或者是你经常的腰酸背痛腿抽筋 腰酸是你的腰酸 我们都知道腰是跟肾相关的 那么背 膀胱经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中医里边的 膀胱经是沿着人的后背 从头 从我们的精明穴一直上去 沿着我们这个头一直下来 沿着这个后背啊 然后呢 它在这儿 膀胱与肾相表里 所以当你膀胱经痛的时候 那么这也是腰酸配动 腿抽筋 那么就明显的也是膀胱经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一类的问题出现 全通通是阳虚 阳虚的症 阳虚症 我们人体啊 所有的功能的运化 全靠阳 你记着啊 阴虚还可补 气你怎么补 所以这是一个阳虚的问题 这也也是一个很深的病了 然后你礼拜天的晚上 会有上班恐惧症吗 其实这一条和下一条 不愿意跟上级或熟人见面 这两条都是归属于什么呢 归属于皇帝内经里边的未肾病 如果未肾病啊 就说的有恐惧 我们说肾主恐 肾主恐 然后在未经病里边 他还提到一点 这个在临床上绝对是可以看到 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就说的 你是有忧郁症 他不承认 但是他有一个感觉 他就老觉得你这个屋子里特别的亮 他说你这光太谎言了 太受不了 这个在未经里边就叫什么呀 为人与火 害怕接触别人 不愿意跟别人见面 不愿意跟陌生人见面 害怕 人和什么呢 火 所以他特别的怕光 你要让他坐在这儿 麻烦了 他就忧郁 他特别害怕 不敢抬眼睛 光线如果太足的话 他就会很害怕 那么这个很害怕的这个毛病 是属于胃 胃经的病 这两个症状加起来 实际上就已经是忧郁症的前期 甚至已经是忧郁症了 像这种人肯定会有失眠的像 或者是不失眠的话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他经常的那个多梦 一夜一夜的梦 像演电影一样 梦特别多 这也是虚火扰头的像 然后特别害怕跟生人接触 所以这个呢 在中医里都 也是很严重的病 那么 早晨能睡多晚就睡多晚 这是什么样的病啊 这个早晨能睡多晚就多晚 这个是现在人的生活不规律造成的 实际上这在中医里叫做阴阳颠倒 记住啊 太阳升起的时候 万物的阳气都在生发 实际上人的阳气也是在这个时候应该生发起来的 那么你的阳气在这个时候如果生发不起来 你恰恰属于夜猫子型 就说的到夜里头 好你的阳气全掉上来了 子时以后那精神的不得了 十一点以后特精神 有些人一玩就玩一夜 这样的话最后他的结局 你看很多上有网瘾的孩子 最后都是抑郁症 他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实际上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 就是很恐惧很恐慌 为人与火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实际上上网的孩子都有一个问题 他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他已经沉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 这是需要治的病 需要你从人 从他的行为 从他的心理去关心他的一个问题 而且还要强壮他的身体 所以像这种小孩子 你一定要带他多出去玩 培养他读书的习惯 所以我说现在对孩子一定要培养多读书的习惯 而不是上网的习惯 这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阴阳颠倒 阴阳颠倒最后会造成人的那种心智的混乱 心智的混乱 会做出极端的一些问题 经常做着发愣发呆 这个有没有 大家想一想 经常发愣发呆的人 在中医里边是认为神不足 神不足 就是什么呀 实际上是脑子不够用 阳气上不来 也是阳虚症 阳气上不来 不知道这个该干嘛 很多人啊 就是在爬楼梯的时候 就会觉得他觉得这个脚已经够到这个楼梯了 可实际上没有够到 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一方面啊 记住上楼和下楼如果出现腿痛 是不同的经脉在痛 如果上楼腿痛 就会基本上会形成是胃气虚的问题 因为我说过腿的前侧都是胃经 是胃经所主 腿的前侧是胃经所主 所以你的腿抬不高 实际上是胃气不足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三阴经 就是腿上的那个三阴经啊 什么胃啊 脾啊 这些还有这些问题都出现问题了 那么下楼的时候 如果出现后腿痛 就是膀胱经的问题 膀胱经气出问题了 那么下面一条 不是很渴就想不到去喝水 关于喝水的问题 口渴的问题 中医啊 关于口渴的问题 比如说中医在古代 没有糖尿病这个词 只有一个词叫消渴症 就是最初的感觉就是容易口渴 那么关于口渴与不渴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口不太渴属于太阴症 像这种问题就属于太阴症 属于痞的病 口就是不是很渴就想不起来去喝水 我不太清楚啊 他们为什么把这个放在里面 但是实际上这确实是身体出问题了 如果特别口渴 那就是少阴症 就是更低层的一个层面 按六经辩证来讲 口不渴为太阴症 口渴为少阴症 那么下一条 怎么也想不起朋友的名字了 那就是记忆力出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中医里呢 基本上是认为是阳虚 像这个记不住事 脑子越来越的记忆力衰退 而且有些到四五十岁的一些人 会突然的出现记忆力急剧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是属于膀胱经的问题 膀胱经 还有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人记忆力衰退的这种人 实际上 他的三阳经也都出问题了 包括太阳和阳明 这种人有可能胃也不好 或者是决断性也差 就是如果对身体耗散的太厉害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他会出现决断力很差 就拿不定主意 优柔寡断 或者会被蒙蔽心智 那是另外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体突然下降或上升 那么按说呢 这个是脾的问题 因为脾主肌肉 那肌肉一下子消失掉那么多 或者一下子增出那么多 都是这种东西 实际上在更深入的一层讲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能力关心了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程度已经很差了 胖了瘦了都好像没什么感觉了 那个样子 还有最后一条是便秘 或者一有风吹扫动 肚子就不舒服 那么这种的呢 实际上就是身体很虚弱的像 就是中胶气也不足 然后便秘 我们原先讲过 这是属于筋的功能出问题了 实际上也是元气大伤 像风吹扫动啊 别说风吹扫动肚子就不舒服了 现在很多人风吹扫动动不动就感冒 那也是整个免疫力下降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些呢都是 在黄金类经典里 这些都不算是亚健康 都是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说明你的身体 你的体格 你的情志 还有你的精神 包括你的人际关系 因为你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这都是在西方社会 他把这作为亚健康 是认为你跟别人接触 已经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提醒注意 而现在目前发生了很多事 其实都是跟这些关联的 比如前几天的那种 一个导游打人的事件啊 或者是校园暴力啊 这些实际上都要重新思索 一个教育问题 一个精神的心理卫生的问题 就是心理的问题 还有他最关键的是 他身体上已经出现某种 很大的缺失 像这些问题都应该 严肃的认真对待啊 好 这就是 关于亚健康 就是中医如何对治亚健康 中医对治亚健康 它是分不同的层面的 就是说身体的病 你当然要用药来治 然后呢 同时他告诉你 不是药 药不是万能的 最关键的是 你要在你的情志上 你要在你的生活习惯上 去改变你自己 所以呢 下面我们就要讲一下 中医的要点 到底都是哪些 就是实际上 这也是皇帝内经的 一个要点 那么这个要点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为本 并为标 皇帝内经认为 病只是人的习惯 生活方式 还有他的 就是方方面面的 一些坏毛病 然后才发展出来的 一个东西 而根本性的是人 你能不能改变你的习惯 你能不能改变你的 人生态度 这是治好你病的一个根本 病只是一个表现 所以这是 皇帝内经里面的一个要点 这是我们 这是同样也是中医学的一个要点 就像我们原先所讲到的 全世界最高的学问是研究人的 而生命之学 又是人类学中最高的学问 而皇帝内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强调的和谐 强调止于至善 什么叫至善 什么叫至高 就是最好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和自然的和谐度 越接近 越好 你能够做到阴天之序 你就做到最高点了 所以我们讲了 我们这几天讲了 一天的养生 还有四季的养生 实际上它最重要的一个要指就是什么呀 你要因寻着天的顺序 要因寻着你身体本性去生活 而不能逆反你身体的本性 这是一个要点 所以要改变人才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改变病 很多的病也许就说的 你这个人的习惯改变了 你的坏毛病改掉了 你的病可能都能去掉 因为造成这个疾病的原因 是你这个人的一些不良习惯造成 对于现代人来说 就是晚睡觉 不活动 这都是很大的一块 晚睡觉 不活动 饮食不正常 好喝冷饮 暴饮暴食 你现在就是没病 将来也会得病 所以最关键的在于人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以调动人体的自愈力为主 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们人体都有自保功能和自愈力 人体本身是一个最和谐的存在 就是所谓本性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谓本性就是 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 它依据于自己就能够达到和谐 所以中医里为什么讲五行 讲五行生克这些 它就是告诉你 有这个东西 有水 有木 就得有水来生 而且还要有筋来克 就是你这个东西生上去 不可能永远能让你生 总有一个东西在克制你 因为有生你的 就得有消法你的 就得有修理你的 不能不管你啊 让你随便的去长得怎么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时你本身 你还有你要克的东西 对吧 你自己 你看有了这个木 木就生火 木生了火 可是呢 木还克土 所以它这里边 本身就有一个和谐机制在里边 而且它自己该调动哪一方出来的时候 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规律 对吗 所以这里边它互相都有牵制 所以这个是调动人体的自愈力 就是我们人体是可以通过自愈力 来慢慢的协调过来的 所以和谐社会的根基 最根基的是身体的和谐 身体和谐 身体不得病了 你就不会去郁闷啊 去那个身体不难受了 你就不会老想把脾气发在别人身上 你不发在你孩子身上 你孩子就不会把这脾气发在小狗身上 小狗就不会见到别人就汪汪叫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吧 咱们把这种恶性循环 就是你这稳定了 底下的就都稳定 这是生存的要点 所以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 然后你要相信自己 所以我觉得中医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相信自己大于相信仪器 你好不好你自己知道 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 对自己的自信已经远远不够了 我们自己不舒服 不舒服的话到医院一检查 医院说没有病 然后回来就高高兴兴 可是过两天我还是不舒服 然后还是觉得不对头 可是你还是不相信自己 你就觉得 那都说了 没事 指标都说了 一点问题没有 一定要记住 中医是相信自己 大于相信仪器的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其次他还强调身心互动 这个身心啊 他彼此间是互相影响的 大家别就是有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 你看啊中医是讲深刻的 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深刻的问题 像木 木 这个是干 干的神明是什么呢 是魂 魂 木如果强大的话 木生火 心就 这就是心 心的神明是神 如果你的干 干气很旺的话 那么你的头脑就很清楚 你的你就很有理智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理智这个问题 跟我们的干魂是相关的 是由它生起来的 可是话说来了 这个肺 肺属金 但是肺的魂是哪里呢 肺的魂是什么呢 是魄 就是肺气 肺精足了的那个像 它所外陷的东西 它是魄 魄是主将的 所以我们的人体的 比如肛门又叫做破门 就是实际上人活一口气 在人死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 我们西方人都认为 魂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存在的 可是中国文化里 他就认为 中医里他就认为是存在的 而且它是它的神明的体现 如果是干气强 就是人死的时候 一部分就是魂是往上走的 往上飘的 一部分魄是往下走的 所以人死的时候是上面一口气 下面一口气 呼 全散了 这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这个破 但是它就主本能 它就主理性 所以非常有趣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 大家想过没想过 为什么有时候本能会战胜理性 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本能会战胜 这就是本能会 就是说本来做这件事 我要用理性去判断 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 用善恶去判断 对不对 这是理性 判断觉得我不应该做 但是呢 不自觉的就把那手伸过去了 就做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在身 这是身体的一种反应 这叫做什么呀 这边是金 金刻木 破 就是你的本能 有时候会战胜你的理性 做事情啊 就是说一定要清楚 你自己头脑昌明不昌明 头脑清楚不清楚 跟你的肝魂 和你的心神是有关的 但是你的本能的问题 是由谁来掌控的呢 是由废气和肾气来掌控 所以你要发展哪边 或者是你要怎么把它协调好 这里边就涉及到身心互动的问题 就说的 人生病在很大的程度上 真的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 而且还有心灵的问题 这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这中医的特色 然后呢最后一个特色 它就是非常重视 人文光环 中医就是要关心你这个人 而不是关心你这个病 你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 你现在改变这个人 然后才能治愈这个病 这也是前面所讲的 人为本并为标 所以讲到这里啊 咱们实际上这个 这种堂课就基本上结束了 大家一定要清楚 《黄帝内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里边的 一个一份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 同时呢 这里边呢 就是也原先国家领导人也曾经说过 中医是传统文化里的 就是文化宝库里边最伟 就是非常伟大的一部分 所以呢 总而言之一句话 要想学会怎么生活 要想学会怎么治病 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 怎么看待我们的疾病 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 说的非常的地道 他说什么呢 他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知道要点的 那么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这就是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就是你如果知道 中国医道的一个要点 你一句话就可以给他说清楚 所以呢 在这里我就结束了我的全部的讲课 我是希望大家更多的 能去关注自己的身体 同时关注我们灵魂的层面 然后呢 让大家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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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